品川说冷静 甜甜良不瘦 大家好 我是品川 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多人运动 来自于紫墓碑的团队赛 有中国组合 英飞 还有弗莱 大战韩国组合 莫和佛格斯 这是双方的第二场较量 第一场的话 英飞他们一比零领先 我们看一下第二场 莫王他们能否追回一分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二场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TM 出生在地图上方分别是蓝色的兽足 Fly 100 以及这边的一个人组 英飞 他们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下方 红色的兽足 佛格斯 人称佛爷 韩国的领尖兽足 以及传奇的暗夜选手 莫王 又是人兽 大战兽金 开局的话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 英飞这一局的话 继续选择的是大法师的一个手法 然后看一下Fly 原用的还是先知 继续先知 英雄的话 跟第一场没有什么变化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边 Fly 100 先知 莫王的话DH 那四方选手没有变化英雄首发 看看这个开局了 莫王的话开局还是很奔放 直接练一下这个雇佣兵 那英飞这里看看会不会选择开矿 家里的塔还是造的比较的早一点 回来的话 也是双地洞 比较的保守 并没有单地洞跳板 打2v2的话确实还是要谨慎一点 开局的话 莫王直接练一下这个雇佣兵 看一下六阶石头能不能搞一个不错的装备 DH走出祭坛 先知走出祭坛 这里看一下 又是暗夜精灵和人组选择练击 然后兽组选择骚扰 这里英飞 嘿 抢了一个黄匹 DH直接打了个大雪加上隐身斗篷 DH前期有点猛啊 有大雪在 一个人可以打两家感见 现在的话 诶 献祭一开 冲环练 这边的话 英飞 一个步兵 还有一个黄匹来骚扰了 诶 先知 再骚扰大好吃 来看一下 Fry抓了过来 干扰一下莫王练及 莫王现在练的也是七七八八 有献祭在练及效率确实是有点高 再加上有一个大雪 这个DH感觉可以一往无前 好 先知也来了 诶 先知一看形势不对 怎么两人家打我一家 好 英飞说 诶 我来了 英飞的话 大马师也是骑着白马 来了 来了 有一个公爪在 大师的收出还可以 双方要开始前期 比拼一小细节操作了 目前来看的话 英飞还有福爱的话 双方资源的话 交换的比较的频繁 这一步的话 诶 有没有黄匹在 驱散一下对方的狼 好 DH身上还有一个大雪 哇 很凶啊 一个人打的真的是猛 这里狼过来好 戳掉你戳掉你 这里黄匹再过来一下加加雪 DH 哦呦 追杀一个残血的步兵赶紧追 这里大马师状态稍微的有点差 好 黄匹驱散一下大马师直接到二 这里再把对方AC给处理一下 我们的AC延伸的非常的快 这里DH成功把这个残血的步兵给追杀完毕 这边英飞还在继续跟对方对拼 哎 大马师要小心一点了 这个黄匹DH又盯上你了 先知想用自己的身体来卡一下大马师 双方都没有鞋 所以一时半会 你要没有卡到 那基本就追不到了 看这里残血的步兵能不能解决一下 回来的话 想来这里练一下供佣兵 诶 这先生的状态有点差啊 你这先知要85才能招狼 现在终于可以招了 哎呀 大马师也是一三小 哇 这两兄弟 这要是六级石头能锤一个个大转特转 诶 这边 哇 佛格斯见好就收 杀了一个步兵没有继续来 这要是来的话双杀完美了 哎呀 佛格斯看路一下估计要砸桌子 我为什么不继续往前走一步 诶 大马师贴了一个药膏 结果直接被这个六级石头给打断了 赶紧自己再补一下状态 哇 刚才先知和大法车 这都是一丝尔血啊 这要是佛格斯先知过来一抓 直接蹦 好 我们看一下 两个英雄状态一补的话 又开始配合起来去打架了 科技情况 因为二本即将升好 手足二本也要升好了 双方二本都快升好 在这个节点的话 因非还有这个弗莱 开始往佛格斯家里冲啊 所以就难道又要打佛格斯吧 第一级的话佛格斯就被换掉了 所以就感觉佛格斯啊 感觉又是不是特别的舒服了 所以就好像又要被搞了 诶 这里有个猎头 直接截杀你一下 好 大法师到三级了 节奏来了 大法师一到三 那这个节奏就舒服了 嘿 刚才好像是打了一个吸血式 直接卖掉了 没办法 远程单位 什么吸血好像也没啥用 是不是 好 直接冲 来了来了来了 界面直接拆你的地洞 哇 佛格斯打的奔发 二本升好直接跳三本 这里拆地洞 拆着半天拖了 发现两家围上自己一家赶紧走 另外一边 莫莫的话也交TP 双方都交了一个TP 接下来就看看双方 这个团队的一个操作了啊 界面的话拆了一个地洞 DH有一个大雪 可以尽情的跟你号 我大雪也吃 我又是一条好汉 那现在大法师一看 腿了呀 拼了半天 对方直接吃血瓶 做兵 赶紧走 赶紧走 那这里看一下 顶顿夫的慢战 打猎头还是比较好打的 这里猎头给打掉 哎 关键时刻 莫的话 up发了一个娜家 这个娜家 哎 生的居然不是兵剑 而且是闪电叉 闪电叉的话 看看就想秒杀了 好 先知先知 你没有兵剑留不下他 怎么办 这里的话看一下娜家 哇 格数闪电 莫 有点秀啊 格数闪电 直接把弗莱德 先知给秒了 果然这个闪电练 生的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啊 直接格数秒杀 好 先知的话 二级阵网 这个时候呢 因非还不来好 两个人一起练击了 暗英雄这边 继续选择的是小Y 但是 这边 因非暗英雄不再是山丘了 而是血法师 血法师这个英雄 打到后面 这个消耗能力是非常的强啊 主要还是偏辅助 是吧 一方面一技能升个抽篮 二技能升个虚无 我不得了了 这里看一下 莫和佛格斯 两家也是合体在练级了 先知 二级先知复活起来 还是稍微的有点慢 这里的话 小Y 看也没有机会练到二级啊 小Y一技能升的是治疗波 我们看一下 二技能是升什么 大瓦斯 自觉一下 浪一下经验值 你三级了 不要再蹭经验值 然后两位小弟 在这里慢慢蹭 是吧 看看到二 就舒服了 DH到三级 这边牛头二英雄也到了二 我们前来看 韩国这边英雄等级还是比较的高 对大瓦斯好 提前过来骚扰一下 我也不是单纯的浪经验啊 还是过来干点事 对方的话出了科多 科多直接吞了一个水元素 哎呀 我本来看二级水元素太低动 直接科多直接吞了 好 来了来了 开始进攻了啊 血法师的话 一技能是抽篮 然后这里Pride的先知也是复活成功 来了来了 那这一波的话又是人兽主动进攻 人兽这个组合 消耗能力很强啊 正面能力不一定非常强 但消耗能力太强了 这一边的话基本就没怎么加血的话 老牛没有奶 这里那家也没有奶 你要是出个炼金 或是出个小歪还有奶 好 佛格斯的话 加即使把城防给升好 地中表示比较扎实了 好 因为直接造卡 这里一个闪电叉 大家这一局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又秒掉了一个 又秒掉了一个 好像是先知闪电链秒的 这边DH血量有点低 老牛上来直接被炸干好 直接吃个蓝瓶 急去往后撤 小歪二级男生的是蛇胖 蛇胖阵地站非常的强啊 蛇胖地上越差 咕咕咕咕一顶输出 那这样耗下去 感觉佛格斯又要耗美了啊 三本刚好 你这个高科技的兵种还没有出 感觉又要被耗掉了 对方水果一插 阵地站很强 你老牛你敢上一季 上一季直接把你给抽美了 还有过法往前怼 看一下 木屋的DH去买了一个群补 现在木屋这边 确实这个组合的话 就是没有补给能力 对方打了就是你没有补给能力 那这里只能靠群补来虚命了 将来的话 慢慢拆 把你受住的建筑一个一个给拆掉 40磅一插 这个输出确实有点炸裂 好 这个兵营要被拆了 目前英雄等级方面的话 双方还是差不多 老牛踩你一脚血法师 又把你给炸干了 你没有来了 你就没来啊 你没血了 你也就没血了 很难 估计是个大的问题 这边DH的话 已经把群补给吃掉 这里还有一个商店 到时候可以买点血瓶 在人寿的一个组合 前面也是造一个商店 估计呢 那是真不巧啊 难无疯狂加血 老牛蹭过来 哎 能不能走 能不能走 这个叶头 我交个无敌 这个无敌交代还是快啊 这不交的话 可能就交代了 好 现在双方形成一个交着的局面 但是人寿这一边 如果一个慢慢的消耗 慢慢的在拆这个兽足 佛格斯表示腿了呀 我家好像又要被拆 目前的话 血法师做好了一个辅助的作用 我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里 不赖的先知到了三井 血法师愤狂地抽对方的英雄 你谁英雄赶过来 我把你抽干 抽完之后给小Y 小Y舍报一插 这要不过哪一口 哇 不计呢 那是真的吗 接下来的话 受阻的建筑一个一个被蚕食掉 怎么办 现在佛格斯有钱 花不出去 这个钱该怎么出呢 把老牛往前冲 上来踩一脚 血法师又要开始炸你了 又炸的差不多了 这一波 能不能跑 能不能跑 这里有个口子 猎头猎头 怎么卡一下自己的老牛 完了 猎头的位置有点问题 小Y直接一点 把老牛给点掉 那佛格斯这二英雄阵亡 后面团战起来的话 就少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血法师继续去给先知篮 把你的狼全部一个一个搞掉 人口方面 我们看一下 佛格斯还有墨 现在的话是74人口 另外一边是85人口 人寿的组合 85人口 这样耗下去 英飞还有福安 优势巨大 我们看一下 佛格斯的话 兵是没怎么出了 没兵营了 看一下墨 墨是升300出熊 这个熊还是有机会EV2的 熊还是输出比较的给力 兽组这里的话 没有大技 没有前排 靠破法的话 好像也扛不太住 好 那接下来就靠墨 能否EV2了 兽组现在尽量保存一下 自己的兵力 这里造了一个兵营 看看能不能生个大猎头 大猎头一生 这个输出稍微给力点 然后佛格斯就这样 被英飞还有福安 慢慢残食掉 人手的这个组合 确实补起能力太猛了 尤其是血法 抽篮送篮 抽篮送篮 忙得不亦乐乎 好 这里弗莱加里还逼了一波兵 叶头往前冲一下 现在佛格斯三本直接被拆 哇 三本刚升好 还没有发生作用就没了 那怎么办 这里补给一下好兵练集 墨墨的说法就是 还是放弃你家吧 我们慢慢练 等我熊翼出来 看看我能不能拯救一下 熊已经趴下来了 这里熊一吼 整体部队的战斗能力 完全就不一样了 好 人口方面 我们看一下 墨墨的话已经64人口了 佛格斯24 加起来的话也有88 另外一边的话 Fly还有Infe 现在是94人口 这个部队的话 打熊不太好打 大马仕的话 找机会还得去升个 还得洗个点 洗个暴风险 没有暴风险 可能是整不过这些对方 好 这里的话 墨还有 佛格斯 直接去冲 弗莱的家 弗莱家里也生好了三本 三本之后 生个大猎头 小苦弓 赶紧钻一下地洞 这里家拆的差不多了 可以回城 要不要回 好 Infe是回弗莱的家 救一下 位置非常的保守 突破到了里面 这里的话 Infe是200 过来 过来拆墨王的分框 墨王的话 我摆盲当中 还是开的一个框 现在墨王最强最强 代表达不过 交个TP 耗你一下 这里一个TP 耗一个TP 看一下 Infe这里的话 选择继续练击 血法师已经到三级了 福克斯 大猎头也已经升好了 大猎头一号 战斗能力确实就比较猛 那看一下 Fly的话 这一波 这个框看看 能不能开一开 人口方面 现在的话 98人口 大战对方的 98人口 双方都是98人口 好 来了啊 现在对韩国组合来说 时间不能再拖了 必须趁早进攻 越拖到后面 对方的人就越多 毕竟自己的福克斯 架里已经没钱了 来了来了 直接怼这边的一个人组 Infe 选择TP 哎 又是单纯骗人嘛 又单纯骗了一下 发现这里的小细节 确实都经常有单纯 和别人的视线 来了 阵型要控好 好 梦梦的话 这里 哇 六头熊 这个输出非常给力 再加上后面的一个小路 有驱散的作用 好 见面直接把这些几个虚无一下 跌却有点凶 这里莫的话非常巧 哇 小精灵过来 把对方的蓝全部爆掉 这一波莫非常非常的凶 老牛上来的话虚无 大马师洗好点了 暴风雪砸一下 现在没有这个暴风雪 确实处理 不像这些熊 哎 也买的先知走位 有点小心啊 好赶紧撤 这一波 大型的场面啊 群骨一吃 暴风雪一砸 老牛一丝血 哎 奶回来了 不容易 老牛老牛老牛 哦呦 直接吃两本群骨 奶回来 不容易啊 好 大马师的位置有点差 赶紧走 老牛终于是到了二级 这老牛也比较肉啊 神圣的话 闪避 力量加6 哦 闪电差 老牛直接叫几笔 差点被秒 这边临走之前 再走一头熊 那英飞家里 要放弃吗 看一下 回来的话 好 这里还开了一个矿 迷你基地开矿 资源 胜在资源优势啊 三矿 打对方的一个两矿 来了来了 莫莫现在继续冲 现在熊的话 刚才六头啊 这边只有两头了 希望处理的比较的多 DH有个毒球 马上要到五级了 这里 英飞一个人不太敢上 要等辅来 英飞这个部队 打不出怎么伤害 主要靠英雄 那辅来的话 大部队来了 好 来了来了 这一波看一下 91人口 大战98人口 双方的人口 咬的还是比较的紧啊 莫莫这一级 确实 中后级的话 完全韩国队这边 就看莫莫一个人开队了 好 DH往前冲 狼奇往你一下 狼奇再藏你一下 就限制你这个DH 不让你发挥 大部队 再来继续往后撤一下 货瓦给你 看一下目前大法师 暴风雪继续砸 大法师的话 飞机会抽一下 没有蓝了 接下来没有蓝 换暴风雪 血法师终于是复活了 接下来是再炸一下 再换一个DH 某某的DH状态有点差 老牛趁你DH不在 我踩你一脚 这里治疗波 哪一口啊 关系治疗波 确实有点给力 女巫再减个作为 DHDH能不能保存 那家保存得出来吗 没有 哇 莫莫的DH倒下 那这一波没了呀 DH最强输出 直接被干掉 这里Fly的话 疯狂的给 应费钱啊 几百几百疯狂给 那接下来就打收割了 完了DH不在 这个部队怎么打 狼机王你一个 流你一个 暴风雪这一早 哦 先知你现在交替病 有点晚了 部队争亡的有点多 猎头又倒下 目前人口 韩国队这边是69人口 另外一边的话 已经是105人口了 双方差距巨大 那莫现在看看 继续憋熊啊 憋一波熊出来 但是Fly 只有8人口了 莫一个人65人口 但是这边人兽的一个组合 哇 部队是越打越多 越打越多 血法师继续给老牛 补助充足的能量 老牛又可以往前冲了 武器大法师 三级的暴风雪 哇 这个输出确实有点给力 这里又收到90木头 大法师走位小心点 好 老牛往前一怼 木的小精灵又拉出来了 他就继续去暴 好 这个暴风雪砸得舒服 四头熊 全部砸中 小外四级 续法师四级 这里还贴了一个裙绑 哥多 通了一头熊 老牛三级了 熊 基本上清理完毕 拿熊一挡 靠小路 这个输出不太好打了 好 那我们这里可以提前 提前恭喜中国组合 英飞 还以弗莱 再一次击败 莫和福克斯 直接2比0 干脆绿落 拿下对方 这一局的话 又是顺在 这个英雄的部队的一个配合 还是对2v2的理解不太一样 好 我们恭喜英飞 还有弗莱 喜欢本传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